今天做一个历史的假设 历史的假设 历史的一个沙盘推演 当然其实历史也不能假设 因为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都是很确定性的 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不妨展开一个 就是自己的想象力 按照一个事务发展 他的这个参与国的实力 实力此消彼长 按照他的实力格局 如果按如果这种逻辑来发展 按照这个他的国家的实力对比 以及的他的那个最后的反应来推演的话 如果在二战当中啊 二战当中如果美国 如果美国不支援 如果美国保持中立啊 美国当时应该是啥 他是在他是作为美洲啊 北美的美洲的一个力量的话 他的这个参与与否对这个欧亚的战局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啊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也就美国如果参与或支持哪一方的话 最终可能就是觉得 直接会导致最后的战局啊 战局最后就是如何发展下去 是吧 如果美国当时如果不参与这个 欧亚的这个战事啊 欧亚战事主要德国是 比如说在欧洲的话就是苏德战场 或者德国和英国和这些啊 作战 然后亚洲战场就主要是日本啊 主要是日本是战争的原测原地啊 日本对这个 日本对这个哪里 日本对这个中国啊 当时不是抗日战争吗 日本清华了 是吧 如果美国如果都不参与的话 就是保持中立 就是美国一战的时候就有孤立主义的吧 美国一战是孤立主义 二战的时候也是继续一种孤立主义啊 但是美国一战是开始孤立后面还是还是多多少少参与了啊 就是协约国对这个同盟国的战役啊 还是多多少直接间接参与的最后造反正就是协约国战胜了 就是英法英法俄美等都是战胜国啊 包括中国日本都是战胜国最后是德澳啊 德澳集团德澳还有兄弟国奥斯曼帝国都是战争的失利国是吧 但是如果美国二战当中要是保持中立跟一战的时候啊 就是从致死之中保持中立的话 你却设想苏德战争上德国占又是 德国战争就是啊 就是从开始的闪击战连克俄国苏俄的好多的城池啊 当时呢就是美英集团实际上在这个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啊 就是德国啊就是纳粹德国和这个苏俄的这之间 其实两个他都不是特别的喜欢 就是斯大林和这个希特勒啊 如果他呢两个都不都不是特别的喜欢啊 都不是特别的亲近啊 但是他呢就是历史上他发展的 他是支持的就是反击德国啊 就是这采取了就是说支持苏俄 给苏俄提供了答案的武器和经济援助啊 这样的话美英的这个主要是美国啊 英国当时也有一点帝国与会 也有点实力 但是主要是起决定力量是美国 这样的话才使得这个上 俄国的没有在战争当中啊 就是很快就败下政外 那慢慢的就是从这个战略的防守阶段 然后到战略相执阶段 最后反过头来军火物资经济 物资源源不断的到加强 最后苏俄加强了反击 再加上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霸王行动 诺曼迪登陆 结果形成了美西面美英 东面是不是啊 东面这个啥 东面这个苏联啊 对德国形成两面夹击 而且在北非的话 阿勒曼战场上也是 美英盟军也是对德国 及其德国的一个怎么说 扑从国也好 德国的一个什么 德国的伙伴也好 意大利也展开了反击 而且英军对意大利的军队 也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啊 除了德国和英国在北非可能旗鼓香港 但是英军啊 英美军对这个 对这个意大利这个军队还是有压倒性的优势啊 总之就是说 在历史是这样写的 如果说是历史当中美国没有参与就是支持苏俄 反击德国的话 孤立的情况下 那有可能德国弄不好 有可能苏俄在这个孤立无援啊 或者说是英美集团祸水冬赢的死 冬赢的死 这个这么这个指导方针下 有可能德国啊 时间长了 我们坚持着时间长了 有可能啊 当然也有可能相知 但是也有一个可能 就是如果占据对着德国的发展 而且苏俄到美英 等其他国家 这个自由世界的支持的话 有可能苏联拜下 这样来德国把苏联对上 苏俄的话 他不需要把苏俄的全境战 他只要把苏俄的核心部门是什么了 就是欧洲部分 以斯大林格 以莫斯科 圣彼得堡啊 或者叫斯大林格勒啊 这一类是吧 当时好像是列宁格勒吧 列宁格勒就圣彼得堡 也叫列宁格勒 还有斯大林格勒 反正是欧洲的主要这些部分 包括乌卡安的战口的话 有可能德国把苏联了一统 德国如果把苏俄要是一统的话 德国的战争能力得到极大的增强 本身在战争初期 德国的军事实力 尤其是陆军的话 基本上是世界第一的 陆军的话 真的都是超过美军的 因为美军当时也就海外警卫队 四五十万人 德国的军队在前身的时候 有差不多比日本的军队 储备的战争力量寒多 差不多有七八百万军队 其中可能陆军就占了一大半 可能有五百万军队 陆军还有什么 德国可能空军是海军实力弱一点 但是德国的陆军空军 都是当时应该世界是A加的存在 那德国把苏俄搞定了以后 那他的实力将会极大的增强 然后德国接下来 这个时候他将把 除了法国之外 法国他已经先进行站下来了 然后欧洲中央的很多国家站下来 然后再把一些其余的 那些小国 中小国家一站的话 基本上在欧陆上德国就没为对手了 这就形成了就是德国为主的 德国占领的欧洲 英国的话 德国如果把苏俄打败的话 德国有可能对英国也具有相对的优势 对英国也具有相对的优势 也许英国呢 因为美国是同温同主 也许美国把英国还是一直要支持 那支持的情况下 就是欧洲的陆地上基本上全是德国的 如果德国要是把英国再 先把苏俄攻下 然后再把英国要吃掉的话 那基本上整个欧洲大西洋为解 大西洋为解 整个这个大西洋以西的话 以东的部分啊 就是欧洲包括英伦三岛啊 这些所有的附属毛衣啊 啥 基本上都是德国的天下 南部的地中海一带呢 就给意大利交给 意大利北非呀 这一带就是意大利的天下 对不对 然后呢 嗯 美国呢 如果说是 我当时没有采取反击德日啊 比如说东县是他是 东县他不那个支持 东县的话他不反击日本啊 就任由日本 比如说侵略中国呀 那实际上中国在那个 珍珠港事变以后 中国的战局来说 虽然是很 到一直到1945年中国对对日的最后一战 欲相贵战役的话 中国还是就是 损兵折将一亏千 啊 对吧 所以中国的本身没有美国的远处的情况下 中国的正面战场 啊 是相当的费力的啊 有可能 因为你想到了盟军 到最后收获胜利的世界 最后对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 这个正面战场上 对日军还是上不得便宜 啊 那还是得到美国英国啊 这些对吧 这个世界的极大的支援 是吧 包括美国的什么陈纳德飞行队啊 拖风航线啊 源源不断的把物资 包括苏联一段时间 也给中国给了一些物资 是吧 因为苏联也很怕 德国和日本 东面一头 西面一头 西边日本 西边德国 东面日本两头夹击 最害怕的就形成 两面夹击之时 是吧 这就形成两狼斗一虎 两只狼斗一虎的话 那苏联的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也是苏联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但是呢 因为德日之间好像是失去缺乏战略配合吧 德日之间是两条恶狼 但是德日呢 结果日本呢 在发展的过程呢 日本也采取了南下措施 南下措施到太平洋战场上 又跟那个上美国英国荷兰等这个利益发生冲突 这下把美国惹下了 美国就开始进行石油啊 贸易啊 天然气啊 各方面的战略物资的禁忆 这让日本就最后再难以坚持下来 所以在提南走险就发动了珍珠港事变 如果美国当时呢 比如日本南京的一个战略的话 南京的战略 美国呢 计算部如果说不攻击到美国本土 美国也不参与的话 那基本上日本有可能就把整个亚洲站下来吧 真的有这种可能啊 是吧 把亚洲站下来 因为日本的话 打中国的话 那有可能中国孤立无援的话 有可能 对不对 再加上内部的话 也不是特别的 特别的就是能形成一致枪口对日的话 那有可能 对不对 有可能失利 失利向日本一旦把中国占上了 就等于苏联 德国把苏联占上了 那人力资源 经济实力都会得到极大的加强 日本有技术 对不对 有军事 中国有人口 有资源 你不得德国军事 科技也技术也强 然后苏联也有人口 苏俄也有人口 也有资源 那一下子德国和日本在亚欧大陆上 就形成了东西两边的 基本上就是属于日本占据亚洲 德国占据欧洲 按据欧洲 这么一种形式 就是欧洲变成德国的欧洲 亚洲变成日本的亚洲 那日本把中国弄下来 很快他也就开始 你看日本把东南亚都占权了 从新加坡 印尼 一直到这个 对不对 一直到什么越南呀 菲律宾 都是日本的土地了 当时 那日本的话 接下来很有可能就接下来 又进攻印度 一进攻印度 印度的国力的话 中国都 如果日本当时把中国都能 都侵占了 那打印度的话 可能 那有可能英国当时全力在对付德国 有可能英国也不可能有 足够的兵力对付日本 那有可能日本把印度的 有可能拿下 日本把中国和印度都拿下了 你想想日本国力呢 扩充多少倍 那接下来在日本 再从 再进军大洋州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那就时间问题了 因为你把亚洲都基本上 中印你都能 要是侵占下来的话 你想想 把个澳大利亚 里面有那个实力嘛 侵占下来 把中国印度 要是占领下来的日本 实力能强几倍 那有可能 有可能就把大洋州都占了 那我们的大洋州 跟亚洲本身离的也很近 基本上就属于是 亚洲太平洋地区吧 那就形成日本占据 亚洲太平洋地区 欧洲 德国占据欧洲地区 欧洲地区 就大西洋北岸 这一带地区 意大利可能在非洲 获得一些利益 是吧 那意大利 但是意大利的实力 比较近德国和日本 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所以意大利并不是会形成 对比如说美英啊 这些集团有很大的威胁 所以美国也未必有 那个很迫切的愿望 去消灭意大利的 因为意大利的国力 比美英集团 真的差距很大 所以美英的主要敌人 还是德国 如果德国的把 如果美国放任不管 或者美国放任不管 就是旁观的话 德国有很大概率 把苏联占下来 那德国就变成 欧洲就变成德国的了 中国 美国当时不支持 中国的抗战的话 让日本就是 让日本得逞的话 日本把中国一旦击败了 印度击败 澳大利亚击败 日本也是变成无敌的存在了 对不对 那就基本上亚太地区都是日本的 对不对 那就美国就撑下啥情况了 美国就只好变成 又国立主义盛行了 美国就知道 美国是美洲的 美国也是 作为美洲国家 他也就是以往有一种 叫做啥 什么主义 门络主义吗 啥 就是说欧洲列强 你不要来干涉 美洲的事物 你美洲 尤其拉丁美洲 是属于美国的后院 就说你别来干涉 我拉美洲的事物 就行了 至于你们之间爱怎么欧亚大陆 欧洲爱怎么把亚洲爱怎么打 我都不太管 这样的话 情况下这美洲 一旦德国把欧洲拿下的话 那德国的实力 美国也是十分期待的 日本把中国印度 一旦把亚洲亚太占领的话 美国对日本的实力 也非常忌惮 你看日本在二战的 这个珍珠掌钱的 那个时间的时候 其实日本的那个军事实力 海军实力 日本也有十艘航母 太平洋的话 基本上很多海域 都有日本的军事存在 是吧 二战时期 那你向于我 澳大利亚 中国印度打下 你想日本的实力 只较越来越强 美国不参与 那基本上 亚洲太平洋地区 就变成日本的了 就变成日本的 美国呢 欧洲 欧洲呢 就是跟亚洲 以乌拉尔山为界 你比如说乌拉尔山 以东 是不是 以东部分 或者靠近中亚 这些都属于是日本的 包括东亚 中亚 东南亚一带 基本上就是日本的实力 而到这个 波拉尔山以西的话 基本上就是德国的实力 而且德国的经济 当时也比亚洲要富有 也要富有 而且德国的生产能力 也相当不容小区 那就形成 最后世界就变成啥了 就是按照这个逻辑 沙盘推演的话 那就德国占欧洲 日本占亚太 美国就防守 就是孤立主义 匕首 就是回避 就是不守美洲 这世界就真变成中国 三国演义了 天下大事的 三国演义了 就变成那个 魏淑乌 三国并立的情况 对不对 魏淑乌是啥 就属于是 你比如说德国的欧洲 日本的亚太 然后再加上美国的美洲 这三个国家 就基本上属于实力 不说相当的话 也是相当接近吧 因为那时候美国 也没有现在这么强大 是吧 德国那个时候 也是军事上也强 德国差不多六七百万 六七百万军队 日本差不多有五六百万军队 这都在当地 就是很大的 无穷的存在 美国在有个 为了防止德日入侵的话 再组织了八百万军队 对不对 好比美国二战末期的时候 一千一百多万军队 苏联就变成一千出头的 多少万军队 那就美国不参与 亚欧的战士的话 美国就固守美国 固守美国固守退守美洲 然后德国占据亚洲 德国占据欧洲 日本占据亚太 就形成了 就是整个中国三国演义 未输三国并立的这个国际版 就是德日美各占据 各占据欧洲亚洲和美洲 这就这个时候就形成 又三者的力量平衡了 因为这三者旗鼓相当 三者有个旗鼓相当 还以为意大利 但意大利因为实力 跟德日美相差太远 所以忽略不计 对不对 那德国可能有可能 他就开始整合亚 欧洲可能有把意大利 在这个有可能 这都是有可能 但是这不是说真实的历史 把意大利要拿下来 整个就是从欧洲 一直到包括地中海 到北非 很多地方都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 那日本的话 把中国日本 把中国印度一旦侵战 东南亚侵战的话 日本可能再继续往西 侵战可能往中亚地区 或者往哪里 往海湾地区都有可能 这样发展去了 日本实力不容小学 美国也不敢轻易下手 而且有可能 而且当时德国和日本 他签有这个互不处 侵犯条约的 是不是 那就造成了 那就是 那就是美国也不敢冒 因为美国要是打 亚欧大陆 直接面对德国和日本两个军事集团 那时候美国也没有低声把握 是吧 那美国就只好退守美洲 那就形成了三国制 三国制 是吧 就德国的欧洲 日本的亚太和美国的美洲 但是历史不能讲 历史最后就是说 二战的时候 美国就是支持了 所以即便 丘吉尔和罗斯福 都不太喜欢斯大林 但是他们还是支持了斯大林 最后反映给希特勒带来了灭顶之灾 包括苏德 苏德战场上 包括这东线的市场 苏联人 苏俄人 西线的英法 美英法等国 两面夹击 对不对 两面夹击的时候 这德国才不行 如果他不夹击的话 德国发展起来的话 那真的是 那三个国家又形成一种平衡的 这种动态这种平衡 除非有朝一日 哪个国家就是强大到啥 比如说德国综合国力比日本还强 然后德国 先把这个意大利的实力范围 对不对 把意大利给拿下 把意大利给拿下 有可能德国 把意大利拿下 实力又强了 意大利啊 还有意大利的北非属地 你拿下 又强了 又强了 有可能德国呢 又是热尔曼民族 他们觉得 也有个优越感 有可能你比如说 跨过沃拉尔神 与日本打仗 那就是欧亚之人 欧亚之人那时候 美国的就做第三次裁判了 因为你美国倒向日本 的话日本就有可能 美国倒向德国 德国就有可能 如果得日的话 你都谁都不倒向 那就看德国厉害 还是日本厉害 是吧 反正德国要什么 日本吞并了 大概率德国的国力 当时强于当时日本 有可能德国 德国 因为德国苏德战场 能缴获很多先进的武器 就是日本 日本侵略精 侵略中国的话 他中国是一穷二白的社会 得不到很多物资 和补给和武器 是吧 那有可能就是 大概率是德国 在整个把 把这个 把这个欧洲和地中海 被非啊 非洲这一统以后 就开始向日本发难 把日本发难 如果德国打败日本的话 那个时候 美国就更不干领德国了 你知道吗 那德国的实力 就已经 刚刚以前 把这个苏联弄下来 把这其他的 欧洲的小国收复下来 德国的实力 已经增强了 小五倍了 你要是把这个 北非的 这在占据下来 跟意大利 在占据下来 对不对 那基本上 然后如果德国 进步化 把日本再拿下来 你把欧亚大陆 就让德国统一了 统一了以后 欧亚大陆的面积 人力资源财富是 北美的 美洲的多少倍 那可能美国 即便想管它 也管不住了 因为这个 比如说日本吃了德国 或者德国吃了日本 形成了新的 欧亚大陆度的 超级力量 那就可能是 超过后来的 那个前苏联 这样这样的话 美国也不敢 就是说来干涉 上一个 那就形成了 又是孤立主义支援 最后世界的格局 就变成 未属五三国 争霸 是吧 三国争霸 所以我们今 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大国的 二战时期交战国的 这个各个国家的特点 和他的力量对比 已经相互关系 做一个烧盘推演 和假设的话 那就有可能 极有可能形成 二战后结成了 三国制 三国制 这件可能 因为大家的力量 实力接近 可能保持均衡 多年都是相安无事 但是一旦这个实力 有一方实力强 另外一方 那就有可能 对不对 有可能 可能把弱的一方 吞并 一旦把弱的吞并 你比如说欧洲 德国把日本 亚洲日本 吞并的话 那美国就更大货了 因为那个亚欧大陆的资源 还是远远超过 对不对 又超过北美大陆 而且德国 日本都是在技术业 经济发达 技术 制作的这种 制作技术 相当的惊叹 所以他的 而且他的工业体制 也完美 所以他丝毫 到那个时候 德国日本的话 或者说 就是亚欧统一后的 比如说德国 或者日本的实力的话 我们比美国还要强 那到美国 你要打仗的话 要打赢的仗 你到时候 你不是德国和日本 发展都比你强了 那你还打仗呢 那就基本上 又变成盟俄主义盛行 就是你日本强 德国强 你在亚欧大陆强强 但是你不要进我美洲 进我美洲 就是我的底线 是吧 就完全有可能 这个样子 对不对 反正就是变成了 中国的这个 对书五三国制的 这个二战后的 战后的安排 当然这是个假设 但是个假设听起来 还是 还是顺应逻辑 要符合这个 国家对比的 这个关系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现在就是 再不说了 因为夜深了 有十二点了 欢迎各位观众们 多多点 订阅 转发评论 与这个什么 点赞 大家再见 拜拜 各位观众 拜拜